提醒大家 一定不要被这么华丽的片头所吓到 因为接下来的新闻播报风格 可能和片头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差异的 下面我们开始播报新闻 近日由原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 何以生肖默获得了极大的关注 网友对中华联合唐岩的评价 也是褒贬不宜 但是两人的人气却是同样大长 据悉两人虽说是第一次合作 但是已经火化激情四射 钟汉良在接受采访时自爆 在拍摄吻戏时会希望多个角度拍 觉得不够完美经常NG 拍吻戏就应该多NG几次 这样就能多多享受一下甜蜜的时光了 话说这个做男演员还是挺好的 我觉得我也应该朝这个演员方向发展一下 何以成和赵莫生在家中一次失控的怒吻 是一场爆发力极强的激情戏 正式开拍后 钟汉良一秒钟演技爆发 一下子这个暴力和悲伤气息笼罩全身 气势惊人 虽然之后忍不住消场 但是一架子又变成了这个何其开朗的小娃 让人惊叹他的演技功力非常之强 而这场吻戏主要负责配合受虐的唐妍 就可怜多了 几度拍摄完毕后就被周汉良爆发的演技 吓得花容失色 连连感慨太吓人了 演员们必须得配合 而且这种能爆发出的演技我也是非常羡慕的 我非常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到的这种演技 也和这个演员做一下侵略气氛 最后沙发内怒吻的激情戏拍完 唐妍一边喊吓死我了 一边发行凌乱的起身 现场笑声一片 何以琛沙发强吻招门声的气 很早就被曝光 动态图还被关于婚内强暴的凹头广泛流传 看到一众小姑娘挥舞着小拳斗 人家也想要吗 不过这个段落虽然是吓得猛料 也可以得到援助的认证 单演出来却是爆裂剧情动人心 放到整体剧情中 确实有些突然孤立缺前戏 感觉就是情绪情节还没有营造到位 角色的荷尔蒙就先涌动了 这个应该是怎么回事 应该是拍摄的时候吧 前面那些铺垫情绪的戏没拍到 两个演员其实已经到那种程度了 而且这种戏一定要马上卡 不然可能就会出现稍而不易的更严重的戏份了 其实这也是电视剧板和一身相墨改变时的一个很大问题 电视剧板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原著中的经典段落 但出于对电视剧板整体结构的考虑以及环境 及具体呈现的原因 他对很多场景前因后果及细节已经做了部分修改 可核心的情节却还执意的按照小说一板一眼的来进行 就像这场改变后的强吻戏 和一臣在安眠工作 赵莫生悄无声息地在一边收拾东西 也不说去做啥 这个就有点不太合理了 等一臣发现之后怒不可接 然后两人就按照原小说所写的激烈运动 嘎吱吱吱吱嚼 嚼冰糖 嚼冰糖不要想别的 赵莫生还说差点都忘了 刚刚才想起来收拾东西 可明明下班前主编才说了这事吗 除了有点强硬的刺激 这场戏的逻辑实在是有点想不通 这等于艺术们不需要逻辑特别太强 只要观众看着爽就可以 为了安抚网友们的胶着 超市逞逢 这段作为先祖为快的福利 被最先曝光 因此其冲击力相对来说也是更强一些 虽然它与小说中的描写有着很大的出入 也许是因为这个 楚生惨罪 前小说中的一个转身擦肩而过 有点太清淡了 显示不出两位主任公 几年理所后 喷勃欲出的马怀程序 于是女主角就一个不小心撞翻了一堆 二来往后 两人便伴着泪气的音乐 开始了沉默的对视 那心中难以言表的一番滋味 你可看懂了吗 那就是一个广告 其实为了那个酒的广告 然后就安排这段戏 刘大白鸿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著名的生理卫生学奖 两性学奖 女性心理学专家 文学奖 史学奖 文史学专家 新闻评论奖 娱乐评论奖 社会专家 科学奖 艺术家 政治奖 军事奖 革命奖 数学奖 化学奖 考古学奖 动物学奖 植物学奖 音乐奖 曾连续三年 获得过复合胜首的荣誉证赎